你會想要在日本買房子嗎 這也不是不可能喔 主要因為日本相間最近出現了很多廢棄的空屋 就吸引了大批的外國投資客來這裡買房子 他們打的是什麼如意算盤啊 除了這裡的房子很便宜容易入手之外 他們想要把它改建成民宿 就出租給來自各國的遊客 那主要原因為什麼日本多做空屋 就是因為日本高齡化小子化越來越嚴重 那主要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日圓持續疲軟 所以外國人對於日本資產充滿了高度的興趣 那你可能會想問這到底有多便宜呢 就是一個法國的女子啊 她在奈良這個地方大概花台幣100多萬 就買了一棟廢棄的空屋 她說如果在法國你想要一個小車庫 大概要花台幣300多萬 所以這樣相較之下你就知道 現在日本空屋到底有多便宜 那房地產專家也說了 這些外國人主要是要把這些房產改裝成 就是Airbnb的物件出租 也就是說讓很多租客來度假的時候 可以住在這個地方 那他自己來的時候 也可以住在這裡享受日本的風情 這已經成了一個趨勢 主要是因為呢 在日本廢棄房屋成為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數據上面來看 在2018年的時候 閒置住宅有800多萬戶 等於說每7戶就有一戶是空屋 好那其實呢 現在我們他們統計了 在神奈川縣啦 還有靜岡跟千葉縣這些地方 是最多人買的主要的原因 除了便宜之外 還有就是因為呢 這個地方往返東京真的是蠻方便的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裡買房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日本呢因為獨居老人暴增 然後後面少子化的問題 所以等於說這些老人過世之後 沒有後代可以繼承財產 導致空屋率一直在上升 那接下來很可能到2038年的時候 每三戶住宅就一戶會變成空屋 那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了 外國人來買房子 解決空屋問題之外 還有不動產業者想出別的方法 他就說了 他們會先把空屋買下來 然後推出正宇型的租賃住宅 用比較便宜的租金 讓別人入住 那你租滿10年之後 可以直接把房子過戶給你 這樣可以減少空屋率 同時也幫助民眾 買房子的時候 可以更輕鬆一點